虽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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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时间问题 现代战争不是简单的兵对兵 降对降这种点对点模式的单条 而是成体系的互相对抗 歼20究竟有多强 没有精力实战 谁也不能乱下判断 但歼20的出现 就代表着没有人可以像原来一样 在我们自家门口随意地指手画脚 耀武扬威了 美国霸权是建立在他们自家海军之上的 所以 以往美国仗着自家海上舰队 在全世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 但随着这几年 我们海军疯狂下饺子 空军更是各种战机层出不穷 今年更是下水了我国的第三艘国产航母福建舰 而且很快将会服役 另外 我们自己的隐形舰载机殲35也即将问世 如此强大的国防力量 足以让美国人变得老老实实 有所忌惮 更是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 美国曾经那种在全世界肆意妄为的局面 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现在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国防力量 除了得益于我们国家的优越经济实力之外 更多的还是我们那些一直在军工科研领域 努力奋斗的军工人员 说到这里 我就想起来咱们这几年的娱乐圈 整个娱乐圈乌烟瘴气 某些明星偷税漏税层出不穷 我就建议啊 给这些人加以重税 给咱们这些军工人员提高一下工作待遇 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话说回来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军工人员 不断研发升级性能更优越的军事武器 加强我国国防事业的建设 我们才可以拥有现在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